大家好 线球跟冬佑一样 非常兇 花样们的喜爱 我这两盆冬佑从三月份就开始开花 而且开完一波花接着又开一波 一位老大爷 给我分享了要想 线球开花多 平时养护 非常关键 第一个就是光照 线球是非常喜光的植物 充足的光照有利于花样分化 让它开出的花 更大 色彩更浓 第二个就是养分了 要想线球开花多 一定要给它补充 充足的零减肥 用零酸二氢减 半勺兑一斤的水 然后充分的摇晃均匀 每隔一个月给它浇灌一次 浇的时候我们沿着花盆的边缘 给它慢慢的浇透就行了 浇完水之后 我们一定要摆放在通风两好的地方 特别是在夏季 有利于水分的增腾 不会出现根系腐烂 或者是根腐病的发生 在夏季养护 线球我们一定要定时的杀菌 用二霉铃 主要是给土养杀菌消毒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线球才能开花大半年 好 喜欢养线球的花样们 我们一定要给它经常喷洒一些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花样分化 让它开出的花更多 好了 再见